只要是在公共场所的厕所前,我们总能看到女厕所经常都会排起很长的队伍,而旁边的男厕所却没人排队,这可谓是世界十大未解之谜之一了。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解谜吧。 首先即使男女厕所所占的面积同等大小,但是由于男厕所的小便器占用的空间比女厕所的隔间小得多, 同样大小的男女厕所若是男厕所能安装十个小便器,那女厕所最多也只能设置出三四个隔间来。 看来男厕所在硬件设置上就比女厕所占优势了,其次男生上厕所简单粗暴,搞定提起裤子就能走人, 而女生上厕所的过程本身就比男生复杂麻烦,特别是当女生刚好碰上来月经的那几天, 不仅要清洁自身还要换掉弄脏的卫生巾,各种程序各种麻烦,而且女生的衣服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很麻烦, 比如连体衣,裤腿裤,长裙等等都是托慢女生上厕所速度的因素。 另外由于厕所比较私密,而且光线也很好,打在脸上显得比较柔和, 因此不少喜欢臭美的女生都会在厕所里面拍几张美美照, 甚至有些女生在上厕所的时候同时看剧吃鸡,一蹲就是一个世纪, 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女厕所总是会排着长队,而男厕所总是没有男生排队了。 本视频元素来看